你 你 我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 殿下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殿下从前不是最爱这把独幽吗 只因私嫌断了实在可惜 如今我已寻到与原琴相匹配的私嫌 替殿下重新换好了 您听 声音同原先一般清液圆润了 不如我为殿下弹奏一曲 为殿下解闷 不必了 不认 Рос 至少有人整理的 殿下若有烦闷之事 可否告诉妾身呢 我虽然愚敦 未必能替殿下解忧 可若您说出心里话 也不至于误人倾诉 殿下 请留下吧 多谢你 非仙 若无他事 改日我再去看你 殿下 还有何事 书斋简陋 终非久居之地 母后又恐吓人们失了照料 特前我来与殿下商议 还是回去住吧 宫中每日人来人往 喧闹得很 与这里比起来 缺乏哑趣 我就住这儿了 殿下在哪儿 我也该在哪儿 既然您不肯搬走 那从明日起 我便常来作伴 殿下忙时 我便言莫道查 您若闲了 再陪您说话解闷 可好 我早就说过 你不用朝夕奉食 从前母后为东宫飞时 樊父皇的饮食起居 都会亲自照料 这才是为人妻子的本分 从前因为殿下宽容 我便多有懈怠 如今是认真改过 我说不必就不必了 元祺 送太子妃回去 是 太子妃 您请 我明日再来便是 不必送了 好好伺候殿下 殿下 你看了没有 我怎么感觉 今日的太子妃 和往常不一样 这都什么时辰啊 怎么还未送膳 这都什么时辰啊 送了送了 早就送过来了 姚姑娘已经把石棍放在外面了 刚才太子妃不是在这儿吗 送了也不行 你去告诉她 今日的膳食我不喜欢 让她重做 又重做啊 是 是 倒是有种似有似无的梅香 从前摘的梅花瓣 梅香早就淡了 食材还是硬食之物更好 方才 胡善祥来到书斋 你便过门不入 为什么 回答我 自今 胡氏并无打过 我没办法废除她 一小时 你别说 你别说 我 你对我有过半分真心吗 若我没有进宫 殿下还会记得我吗 是 我不否认 我不记得你十岁时的模样 甚至忘记了你这个人 但打一开始 爱孙妃就是张家强行给我的礼物 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来源 是张家的宪妹 黄爷爷的固执和疑心 你这么对我不公平 黄太孙想要促之 官员们决地三尺 多少无辜者家破人亡 到了成年选妃 又有多少女子身所寒宫 远离故土亲人 她们所做的一切 皆是为了讨您的开心 您的双手是清清白白的 可是您的醋枝挂上 是沾满了血的 在你眼里 无论我知不知情情不情愿 纵使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意见 只因为我是黄太孙 就是罪魁祸首 所以 你宁愿留在上师局 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 若你有半分的歉意 些许的怜悯 就请宽恕我的违逆 因为 我不愿做你的妃嫔 我不愿做你的妃嫔 我也不愿终生为你而活 我更不愿成为别人左右的傀儡 请殿下成全 出去 乔姑娘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 我 她 都不愿意留在你 我的 我 有 在哪儿 我 我们 都不愿意留在我 就不愿意留在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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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参见母后 你来了快坐 是 对 就是这些 扔了吧 母后 这些不都是你为父皇缝制的旧衣衫吗 一针一线细细缝制 都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 眼睛都熬红了 不能丢啊 他现在是皇上 不需要这些 当年皇祖母做的衣衫 皇爷爷一直贴身穿着 从来都舍不得丢 我看这些衣衫都是新的 如何用不上 父皇不爱 那就被儿子做吧 保管儿子天天穿着 你若是喜欢 哪天让太子妃亲手给你缝制 太子妃不善于工 别说是衣服香囊 恐怕 你连一条手帕都没收到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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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一条手帕都没收到过 这是你的不对 平心而论 忽视不善文末 不喜女工 不能和你 谈论诗文 情趣相合 可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尤其懂得体谅他人 从前他做的不对 你就不该一味地纵容 如果早些说清楚 也不至于疏离至此 母后 为什么总是儿子的错呢 这民间的婆母 小夫妻发声举语 定会护着儿媳 这样 才会夫妻和睦 家族兴旺 更何况 他人在深宫 如果我再不护着他 他有了委屈 又能向谁去说呢 favorable 强烈 室 小夫妻 怎么 写个字吧 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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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听长姐说起了茉莉汤 今日才得已是 可惜如今的茉莉 比不得夏日清香 殿下喜欢便好 写得很漂亮 很厉害 好 竹子 不可 元祺 殿下 收拾一下 我们搬回去 是 殿下 这画怎么画成 真好 时辰尚早 若你我此刻登高远眺 可观远方山影 湖畔夜景 更有半空云气连前过 四面凉风天上来 又是何等的快意 走 不回宫了 现在便去 殿下 夜已深了 我不懂诗 也不善话 去了 也只能扫兴 殿下若有雅兴 明日可以邀臣子们把臂同游 岂不更好 罢了 我自己去便是 你先回宫吧 殿下